今天老师来带大家苗董三国 东汉末年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朝廷内太监逆袭 二是朝廷外黄金起义 那朝廷内呢 太监身残至奸 兴风作浪 最后呢 十个太监同花顺 管不住公公园一对二 这一对二啊 就是屈欣眼二人族 何晋和袁绍 这对二商俩 本来想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结果火花没出来 脑花洒了一地 袁绍建议请过外员来帮忙 非要从遥远的梁州 把地方官董卓喊来打太监 导致董卓之祸远上烟换之祸 董卓是史上难得的百分百差评歌 残忍好杀 性格成渣 纯天然恶霸尿性 在电视剧《新三国》里 董卓一口一个咋家 跟乡下来的似的 其特点是 只要能动嘴一定上手 董卓一来好家伙 立刻把首都从洛阳 搬到西安 劳民伤财 唯非作等 大汉朝 宦官作乱的时代 到这里就算结束了 当然了 更严重的问题才刚开始 董卓仗着自己的梁州兵团 赖着不走 自封为相国 操纵小皇帝 就好比供应商还没有到 自己手滑 就把工程给干完了 最后钱还得照付 你看袁绍这事办的 于是朝廷官员纷纷逃走 出去看世界 包括袁绍 不久董卓就被一个朝廷元老给整死了 他就是一把年纪的王允王大爷 王允把美的冒泡的貂蝉 先是许配给董卓的干儿子吕布 转手又送给董卓 离间董卓父子 董卓这种角色放在电视剧里 就是著名的两集死 制片人都救不了 也不知道为啥吕布能活那么久 以他的智商放到现在 脱关系都进不了电子厂 最后吕布除掉董卓 王允顺势上位 成了CEO 我们再说朝廷外的黄金起义 那朝廷没有足够的能力镇压 就放权让地方成立子公司替母公司分拥 结果起义是掐掉了 各地方却有了自己的军队 男人有了枪啊 就像女人化了妆 胆肥了 中央朝廷自顾不暇 各地方迫不及待的把自己的院子围了起来 慢慢的就变成了割据军阀 包括从朝廷里跑出来的袁绍和曹操 在朝廷内 董卓死后 董卓的两个小弟 李绝郭四跑来报仇 杀掉王允 两个马仔双双翻身做了主人 要命的是 李绝郭四二人不仅是斗逼 还是同款斗逼 俩人还在灭期 就开始玩一种抢皇帝的游戏 于是史上绝版的奇葩场景出现了 一个掐着皇帝 一个掐着几百个老干部 天天干仗 没干几仗就握手言和出来撸串 皇帝和百官趁机逃回洛阳 洛阳办公室早被董卓给烧了 朝廷威风扫地 所有人都想单飞 巴不得皇帝赶紧死远点 而这个时候 最有政治眼光的曹操 回来就把皇帝给抱走了 皇帝是啥 那就是个吉祥物啊 放在家里驱文避暑 牵出来赏兴岳目 虽然他自己没有用 用来刷脸还是杠杠的 你们在牛 面子上还是臣子 还有伦理刚长 没事就把皇帝掏出来 还不亮瞎大家的狗眼 这就叫携天子 以令诸侯 令不动就代表月亮消灭你 袁绍呢 他本是公园里 最有威望的高富帅 加点后实力强 光顾着跟公孙瓒 抢夺华北地区总经理 却放弃了 近在眼前的小皇帝 就这一步 袁绍的政治智慧呢 就差曹操呀 十万八千里 那刘备呢 此时的他 带着他的非主流团伙 这会儿啊 刚从批发市场收摊 拜完桃源三缺一的靶子 到处打林宫 睡桥洞 吃泡面 还剪烟屁股 在目前的局势下 各诸侯的情况 是这样的 北面 马腾寒随 长撸串 袁绍死磕 公孙瓒 中部 曹操玩命 砍陶迁 刘表 守华 统孙奸 南面 张鲁刘张 不对付 孙策婉转 江浙户 真正影响局势的 是由乱局开始 并逐步促成的 三大战役 也是贯穿三国 最重要的时期 第一战 关渡之战 群雄歌剧 发展到 近身对坎 结果就是 互相吞并 北方的绝带双交 各自完成兼并 真刀真枪 脱颖而出 袁绍 四世三公 他以前是 朝廷保卫科的领导 祖传的高管 除了智商 其他都高 跟何进 把董卓引狼入室 看着hold不住了 赶紧跑出去 邀请了一帮兄弟 杀回来跟董卓撕 号称 十八路诸侯 讨董卓 袁绍 虽然是高级干部 但管理能力 都被狗吃了 身为带头大哥 搞事业不带头 凯游到是很积极 大伙组团 撕董卓 他趁机 耗人家 孤孙增的地盘 所以惹得大家 纷纷内斗 智商和人品 双双暴跌 最后熔断 大家各回各家 各找各马 散伙 散伙后 袁绍在河北发家 击败公孙赞 成了北方一哥 曹操本来在 诸多军阀中 也就是个路人家 但随时携带小皇帝 经常施展 携天子大法 附近的势力 纷纷跑来求保护 不但地盘越来越大 还成了皇帝的代言人 档次一下子就上去了 既然大家都这么牛 一山不容二虎 哥俩终于站一个角 关度的地方撕破了脸 袁绍本来是有优势取胜的 但他完美避开了 所有取胜的机会 在新三国里 许优说的对 他听田锋的 田锋说的对 他听许优的 许优田锋都对 他听郭图的 袁绍每次都能选中错误答案 最后把谋士许优逼得跳槽 直接带着曹操 把自家秘密大食堂 存量的乌槽给烧了 食堂没了 袁绍大败 北方几乎全部归曹 曹操站着北方还不够 南方也必须要 没暖气也要 南方有谁呢 有肯压脖的 荆州刘表 有诗小龙班的 江东孙权 那曹操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刘表 结果呢 还没动手 老头就去了 刘表儿子上来就将公司 所有的资产 全部注入了曹操的公司 曹操呢 轻轻松松的站去了荆州 一脚踩上来 就把一路人马给挤了出来 他就是著名的boys组合 桃园三坑 凡是收留过他们的 最后啊 基本全部蹲在路边吃河饭 所以三国里最危险的职业 除了吕不义父 东吴都督之外 就是刘备民工了 有活下来的没有呢 有 曹操孙权二人组 所以呢 刘备的真实身份 智人 折翼天使 谁是英雄 都别吹牛 先收养个刘备试试 可不死 才是真命英雄 刘备在刘表这 蹭了几天饭 找到了一位 业界良心 诸葛亮 啊 计算能力超强 又精有难用 掏一次钱 两代人用 他和江东集团的老干部 鲁宋一拍即合 领着刘备跟孙权组合 一起对付曹操 两边人把 超家伙呢 在湖北赤壁杠上 曹操呢 是北方人 一打水仗啊 脑子就容易进水 把战船刷上油 连一串 就想死磕一把 清一色 谁知道呢 诸葛亮闷不吭声 早听口半天了 自摸东风 糊了 一场东风刮过 把曹操的战船 烧了个头 号称几十万水军呢 打了水跳 那曹操呢 灰溜溜的回到老家 天空失去颜色 悲伤逆流成河 再也不敢随便 南下找茬了 如果没有这场赤壁大火 就没有三国鼎立 结局就是 国家统一 曹操是汉室中兴之主 当然了 孙权和刘备 也是逢场作戏而已 孙权刘备有感情 全靠曹操欺负银 到了第三仗 男神大变样 鲜肉变熏肠 该老的老 该去的去 大家也没啥热情了 其实这第三仗 意义重大 因为这个时候 三个骗区 才真正升级到三国 故事开头 刘备嫌自己的地盘 不好展示实力 问孙权再进了一块地 于是这一戒 就戒出了最后一仗 怡灵之战 四川的刘章 一个正宗的锤子 死活要请刘备去谈个项目 结果刘备去后 从怀里掏出了一把人品 一边喂狗 一边直接占了别人的地盘 关羽 变身牛皮糖 赖在荆州不走 孙权派人来要定 死活不还 丁子户已经不能形容他的风骚 是人膨胀螺丝 关羽 北上跟曹操开杠 曹哥说二银你牛 当年我对你不薄 连我的宝马740LI都给你了 你能放点水不 关羽说 行 放就放 结果放多了 水淹其军 打了一个大胜仗 可是回家时 房子让孙权小弟给薅了 关羽 大义师经招 赶紧奔四川去 结果在一个卖城的地方 让孙权小弟给逮住砍了 刘备知道后 失去了理智 亲自带着小弟 跟孙权决斗 刘备在四川呆久了 走哪身上都带着一股麻辣刹的味 比如说这次打仗 非要把所有的弟兄们连成一串 就是所谓的七百里连营 那孙权这边呢 带逃的是陆迅 最擅长用萌萌达书呆子外表 装人畜无害 刘备出到城门口 骂了他几个月 淡定的跟死狗一样 拖到了夏天 刘备呢 跑到林子里去避暑 陆迅冲出来 放了一把火 七百里连成一条龙 烧的是红红火火 刘备就此大败 逃到白帝朝 心塞死了 后面的事儿 全部交给接盘侠 诸葛亮 有网友戏言 卧龙凤厨啊 都带不动 桃园三坑 哎呦里妈 哈哈哈哈 吃完 吃完 吃完